墨地折月门陷阱 墨地折月门是一种只有在我们干掉老龙之后才会出现的特殊结构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个传送门其实也可以造陷阱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在Java版中我们可以用Sideblock指令 在自己想要的地方创建一个传送门 然后你就会发现软件提供的这一条代码非常的长 而这就是我们制作陷阱的核心 前面三个分别是设置方块、坐标名、方块名 而后面大括号里的则是持续时间、传送坐标位置 传送位置是否为安全区域 最后括号外的英文是替换 那么在了解这些以后 我们就需要把传送位置是否为安全区域的后缀修改为1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命令方块 或者指令直接召唤出一个可以定位传送的墨地折月门 这个门会把玩家传送到指定坐标处 然后我们在下面挖一个坑 直接就能把想走捷径的玩家送进虚空 如果不改则会出现传送偏移现象 一般会偏-4或者-4.5的XZ距离 这取决于你传送的坐标是否带0.5 然后肯定会有小板问 这东西基岩板能用吗 我们用的主要是基岩板 用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基岩板中 墨地折月门方块就被设计成了只能在墨地使用 如果在主世界使用的话 则会变成一块普通的方块 什么用也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小伙伴注意到了我手上的东西 没错 这个就是折月门方块 而这就是基岩板的优点了 基岩板可以通过NBT数据修改器 给任意方块改名 调出这个奇怪的隐藏方块 而且因为是废弃的设计 所以在正常的游戏中 我们是无法用代码挑出来的 因此就不要想着用GIF指令拿了 皮肤更新 最近某将悄悄地把原版史蒂夫和Alex的皮肤 进行了一波更新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些年史蒂夫和Alex身上发生的一些变化 以及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热门皮肤吧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喜欢的小伙伴们 点个赞可以吗 我是阿阳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